现在有陷入这么多的案件 金华城案还在追 那么台北地检署持续来查金华城弊案 在昨天的部分 约谈了前北市都市企划委员会的委员 王介聚还有郭琼来作证 那么在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 累计已经约谈了11位的委员来厘清 昨天来被约谈的是这两位 那么讯后都请回 根据了解这一名你可以看到 王介聚委员 他曾经也是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在2019审查了大巨蛋 还被视为是个严审派的委员 那么现在在台北市议会 也成立了专案小组要来追 原本20号议会休会期 还是要开会的约询了 时任的副市长彭震生 但是在彭震生的部分 在这边以家里有事 已经被剪掉约询等等旅游婉拒 那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的议员许淑华 在20号也接受了专访来还原整个调查的过程 他直言说 时任都发局长黄锦茂 在接受小组约询的时候 直指在金华城的案件是市长交办 不被追问之后态度又变得更加的低调 那么许淑华强调 小组成员都十分的谨慎 也担心影响检调办案 而且呢这个部分是不开放媒体入场旁听的 而大家都认为说在金华城案件当中 是柯文哲在三大案当中最正最明确 是很难逃的 你可以看到时任都发局长黄锦茂 在这个部分呢 在也被徐淑华提出来 直指这就是市长交办 那么在这个当中 针对了看到除了金华城 还有北市科 这个T17 T18的地上权案也是有争议 所以也是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议员 成立了调查小组 经过六次会议讨论 也约循了相关人士出稿 在今天也出炉了 好在这个部分呢 在这里是虽然查无 柯文哲跟星光仁寿 跟柯文哲无信有私下来授授 但是也点出了当中有许多的政策错误 导致流标 甚至呢产业规划急转弯 也提出了建议 好不要未标而标 好放宽了招标条件 在这个忽略的投资环境 免投资计划书缺乏具体的规划 是否的决策错误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在招商顾问公司 最初是建议三块基地分开招标 但是否决定合并来标 所以结果来看是决策错误 否则将有力带动地方的繁荣 也能够来增加市府市库的一个收入 但当事人呢都缺席了调查会议 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断点 那么另外还要来查了 除了在金华城 除了在北石科之外 还有就是政治现金 这个争议还持续的烧 还爆出说原来监察院 早在四月份就查出了 当时政治现金收支不符 大约两千万 那柯文哲呢是回应说不知道 不知早已查出有收支不符的情况 民营党他被市议员林凤就批评了 在这个部分他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陈佩奇藏起来 所以柯文哲不知道 第二民众党藏起来 所以柯文哲不知道 第三就是柯文哲是知道的 但是说谎面不改色 那现在政治现金收支不符遭退件 但是处理成一本乱账 柯文哲切割谢泽 不惜说访有什么样的内幕 陈佩奇当然可以看房 最近呢这个陈佩奇看房 也引发了大家讨论 那显然非国事非党事 柯文哲在意的是 怎么会成为新闻呢 家世党是国事 从柯文哲回应当中 谁心实重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了答案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说是看房是家里的事 怎么会上新闻呢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 现在夫人陈佩奇 不只爆出看房 先前还用了儿子的名字 开了人头公司 这样的疑云 虽然后来改口澄清 但是在联谊的部分 在今天下午 还是会召开调查会 柯文哲今天上午跟陈佩奇 一起出门 面对大家的提问 针对人头公司的疑云 是罕见的快闪必谈 这个部分 那么回到北市科的案件 调查报告六点结论 就至于说是未标而标 还有市府决策不稳定 本来应该是医疗健康产业园区 结果招标出去 权力经下降之外 还变成科技园区 所以变成了在T17跟T18的部分 一个是有投资书的 一个是没有的 台北市员张思刚表示说 这个就是考虑不够周全 简书培议员指出了说 提出为什么 无信任职新光期间 刚好跟北市科招标时间重叠 那么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应该要出来讲清楚 市科调查报告出稿 已经完成了 但是出稿里面呢 基本上忠实的介入当事 调查过程 和每一个来参与调查的人员 他所陈述的内容 那结论部分呢 基本上认为台北市政府 为这个标案呢 在当时的考虑并不周详 援军设定是智慧医疗园区 但是调不出去之后 就改变他的方向 所以出现的就是为了标而标 然后呢当时呢 就拆了两个标案呢 也没有很详细的计划 为什么有一个标案呢 不需要相关的计划书 吴欣营在担任新光人寿的 副总经理的时间 大约是在2019年的11月 一直到2022年的10月之间 这整个时间刚好就和 所谓的北市科的招标时间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会再一次的质疑说 为什么刚好 新光人寿对于北市科 从第一次招标的时候 他们就被视为是台北市政府的潜在厂商 而他们每次在流标过程之后 给市政府的建议 又这么刚好 全部都被柯文哲市政府所接受 这到底有没有瓜田理下 完全不避嫌 我觉得这真的是必须要进一步的 有检调去做一些调查 市府现在就说决策是因为厂商给了建议 厂商就说是市府的决策 所以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 所以都T17 T18为什么会被建筑 现在是负责招商的厂商推给市府 市府就推给厂商 然后两边就推来推去 然后倒霉的就是台北市的市民 但我当然认为 最终的决策还是台北市政府自己要负责 尤其是柯文哲 包含权力金的下降 然后免投资计划书 跟三块基地分开招标 全部都是经过市长市拍板定案 所以如果市长不愿意 全部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柯文哲必须要去讲清楚 说明白当时的这个政策的决策 为什么会是这么的草率 柯文哲深陷了政治现金 深报不时的风波 接着陈佩奇自爆 哪儿子当人头开公司惹意 尽管双方不承认人头公司的说法 联合医院也接获了检举 并且在中午约谈的陈佩奇 陈佩奇在中午12点半约谈结束 不过面对媒体追问 开会细节跟结果并没有回答 就快步的离开 陈佩奇有诸多争议 除了社开人头公司之外 也被暴去看了1.2亿的豪宅 引发了议论 那么陈佩奇先前说 干脆以后每天在家门口 开记者会说明 但今天不管是出门 或者是从联谊献身 通通都是不接受访问 而民众党和政治现金 争议持续的时候 民众党中平会决议 将时任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停权三年 黄珊珊还是继续负 善后小组查账事宜 党内有不少人就质疑说 被提权还继续查账 而每天澄清反让政治现金 之火越烧越旺 根据报道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不少的友人 建议他记者会不要天天开 这等于是做球给人家杀 应该自己查 所以柯文哲现在觉得 不宜下令记者会 在今天开始停开 长期的政治现金风波 那么钟平会做出了决议 李文宗端木正开除 党籍黄珊停旧三年 前立委郭正朗说 民众党跟每个立委签协议 每个人只能当两年 他不知道会不会落实这个条款 柯文哲真的要执行吗 在未来的立法院问证会出大问题 民权不等于除掉不分区 所以他还是继续当不分区 他本来就已经辞掉中央委员了 我认为黄珊珊自己是律师 她大概知道 她基本上 民众党本来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叫除民 就是开除 开除的话 不分区就一定没有了 那另外一个叫停权 附加她自己的辞职生命 那黄珊珊显然是不愿意辞职 所以就只剩下停权 停权就是第三个方案 所以等于是过了最轻的方案 最轻的方案 就是停权啊 停权三年 他接下来还可以选 2026吗 事实上民众党 他本来跟所有的立委 有签协议 每个人只能当两年 那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落实这个两年条款 因为他一到八名 里面还有一些知名人士 我有去看他的九到十六名 我讲白了是几乎都没人认识 只有一个许中信 你听过名字 其他七个我都不认识 所以连我都不认识 所以我觉得 那柯文哲真的要这样强制执行吗 那他未来在立法院的问证会 出大问题 因为他现在好歹 有几个明星表现得不错 那如果是就是做四年 那停权三年也满啊 所以也不排除还可以再当一届 所以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许你的KS Know Your Care